行不行有点嘎部底 完了那我没看出锅 嘎部得不耽误吃 今天炖的排骨炖粉条 这个得有 吃20分钟了 我20分钟了 这个我用的最小火 我现在没气多炖一会我怕不熟 熟没熟 烂火了烂火关火吧 他汤多不多大不大 汤大不大 看看这是咱俩的粉条啊 正宗红薯粉 正宗红薯粉看什么 你再要是稍微使劲点 这时间长点你捏就碎了 看断了吗 炖时间长会断条划条 这样 嘎嘎入味你瞅着你瞅着 我稍微使劲点 使劲就舌了 我都舌了 搁快了就夹舌了 就因为炖时间长了 这晚上这个粉条 你要回家吃的话就 千万别顿时间长 就可以这晚上的话就15分钟 20分钟算一大锅 嗯 你稍微时间长点 就真行了 就晃了 这时间长就断条划条了 因为里面不很久 可是里面就是 正宗的红薯粉条的 还是没 5斤一大包的这么多 是不是 对 这一大包的 我们都吃几对了吗 吃两三对了 两对这是第三对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细粉 你看细粉里面是这样的 这个是细粉还有宽粉 细粉就是这么粗的 这个是细粉 然后煮完之后就这个效果 我这是细的 煮完了之后就这样 我先爬了一口 这是这个粉条咋说呢 炖啥菜是啥味 炖肉菜是肉味 可香了 有宽粉有细粉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 这个粉条是拿家用火鸡一了 它就起白泡的 这个隔外面有点受潮了 要不然嘎巴还会觉得舌了 对 不很久 你觉得舌了 隔外面更能从外面有点受潮了 甲义配三 对 你回家你拿大火鸡一了 你自己炖 不满意可以对 对 老香了